胸口感觉有东西堵着疼 怎么回事 如问医生特药专家李超明 西安市洪汇医院 心血管内科 副主任医师 是这样的 胸口堵的大部分是由于 我们的心脏的血管狭窄 堵塞 但是这个也要我们医生 去做一些鉴别诊断 你比如说在胸口堵的时候 它与我们的活动 劳力 或者是生气 情绪激动等等的 合并的这些症状 它可能跟我们的血管堵塞 就是关心病关系更多一点 那么如果说跟我们活动 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是跟我们的吃饭 饮食有关系 那可能更多的考虑 跟我们的反流性食管炎 胃食管反流病 或者是慢性的胃炎 等等的有一定关系 当然还有一部分人说 我凶梦 我堵 但是呢 跟吸气有关系 这个时候呢 可能更多的是 肋骨啊 肋肩神经的一些问题 更多的是这种情况 那么我们也经常有一些病人 在猛诊就诊的时候呢 就说胸口堵 胸口堵 对我们医生来说呢 我们需要鉴别的东西 更多一点 不能完全的说是 他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直接就考虑到我们的心脏的问题 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排除一些低微的一些因素 那么如果说这部分病人呢 出现了堵 而且要合并 我们的这个关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 你比如说像高血压 像糖尿病等等的 而且年龄要大一点 经常吸烟的人 这部分人堵 你可能要高度重视 可能跟关心病有关系 所以呢 如果出现这部分病人的 这个情况的时候呢 我们更多的要重视 那么一旦出现这种堵呢 我们希望医生或者病人要重视 那么我们医生呢 也要更加重视 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比如心电图 心脏超身 以及冠状动脉的CTA 或者是冠状动脉噪影 来明确诊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